你如果老是在后悔啊烦恼啊 对不对 不甘心啊 那你还就永远不可能怎么样 相应解脱了 那如果我们发现说 我被骂能够不生气 而且保持清静心 哇我今天不错 人家骂我 我都没有生气 已经进步了 好给自己拍拍手 我又被菩萨考试 考通过一关了 能够这样实时自我勉励 那你的善心善恋 就可以怎么样增长 好 好 那这个是这个 士正勤 这个的修学方法 所以呢 这里讲他说 重修精进 士正勤 对不对 其实他所说的重修精进 也就是说 在善法上精进 你如果修的是什么法 那你就在这一个法 或者这个观念上 怎么样 不断的去修行 对不对 好 那个都是善的 这是一种观念跟态度 你一定要用对了 好 再来呢 什么是念根 有没有 刚刚是讲到精进根 是当之是正勤 那念根者呢 当之是四念处 也就是 你的心呢 你的念头 是要安住在什么 身受心法 好 这四个 处所 然后 修这个直观 安住在这个四个地方 那这样呢 你就可以怎么样 调腐 世间贪忧 好 所以呢 在杂阿恒经里面 他里面谈说 何等为念根 他说若比丘内身深关注 殷勤方便 正念正志 调腐世间贪忧 或者是 观外身 内外身 受心法 然后呢 观念住 亦如是说 世明念根 所以呢 这个四念处 也就是在观我们的 身受心法 好 这个四个 这个四个部分 那这个留在呢 下一个单元 下一章 我们会很详细的来说 那在这里面 他是讲说 是用四念处观 这是南传 原始佛法很普遍的 很重要的一个 那个禅修法门 内观法门 那其实 也不一定只有用四念处 才可以观 对不对 你也可以用什么 八正道 或十二因缘 来修这个正念 念呢 也就是念念怎么样 都能够 依着一个观念 或者一个方法 来修行 不断地去练习 那这样就做 或者念 好 那我们能够念念 安住在这个法门上呢 你最后 心就能得定 好 那这个就是念根 在修这个 也就是说 因为我们的心很容易 那个 起妄念 心圆意麻 妄念分飞 所以你没有把心 安住在一个念 念那个所圆境上 心所细的 所圆就是心所对的 那个一个所圆境 好 那你的心一定怎么样 东跑西跑 好 抓都抓不住 好 像一头狂奔的牛或马 对不对 所以呢 有时候 好 像那个南传 哦 他里面有 有一个 叫你修这个什么 出入席念 有没有 观呼吸 观鼠席 好 把心定在一个呼吸上 好 然后这样子来怎么样 来观 先修止 然后再来修观 因为你心定在这个呼吸上 那当然了 定在呼吸上 有的人 他比较明显的动作是在 感觉 明显的感觉是在鼻子这里 气的进出这里 那他就可以 锁定这个触点 是在鼻子 好 这个下方这个地方 好 那有的人是 他肚子的起伏 比较明显 那他也可以来观什么 他肚子的起伏 好 的那个现象 当做他的一个 所缘的一个触点 那这样子心呢 时时这样子 把 没事就把心拉回到 这个点上 好 那有事呢 你就专注在你做的事情上 好 没事呢 动不动就是 怎么样 回到你的这个 好 出入席 鼠席上 呼吸上 来观 那这样子呢 你的心就可以怎么样 有一个 所缘进 不会东跑西跑 不会想过去 未来 三世 等等 那你的心就可以慢慢静下来 有定以后才能够在进而怎么样 升官慧 才能够有官的智慧 所以这个念 这个念根是非常的重要 也就是把你的心安住在哪里 那也像我们一般台湾我们比较常用的大概就是什么念佛法门 把心安住在佛号上 它不是安住在什么自己的身体 对不对 不是安住在观身自己的身体或者是自己的心念 想法 想法 对不对 起心动念 不是在这里 它是在依着一个阴身 对不对 或者依着一个佛号 一个 一个那个 咒语 然后让心安住在那里 对不对 这个也是另外一种方便 但是呢 它比较不能让你 起什么 会观 它就是可以得定 但是有止 它的观呢 就不一定能观 能够跟 等于是说 证入 这个宇宙思想 不能去忽然相应 这个自然的 真理法则 因为你的心都只是在定中 在安住在这个佛号 一个佛号上而已 心是可以得到 试一心不乱 但是要入理 那这个要得到 相应这个实相的理 那就不容易了 那 这个 以后再来详细说 现在说 会来不及讲 介绍这几个 好 那这个就是说 说到这个 刚刚是讲到念根 对不对 当之 四念处 什么 四念柱 也有人说四念柱 这样的修法 那定根者呢 当之 是什么 四禅 也就是说 要知道 怎么样修 证得这个四禅定 在经上佛是这么说 他说若比丘离欲恶不善法 有绝有观 离生喜乐 也就是 先证得这个离生喜乐地 就是出禅了 然后乃至呢 一直这样子 有绝有观 这样再怎么样 变成什么 定生喜 进入二禅 进入三禅 对不对 最后 进入第四禅 聚足柱 这样就是什么 名为定根 名为定根 那看起来好像说 佛在教导我们要修 所谓的四禅八定 这个我们说 四禅八定是外道的禅修法 对不对 它是我们在佛法上 我们还是把它定位在凡夫禅 因为它还是怎么样 有绝有观 不是 就是落在什么 最后 是在用这个断灭的 或者压服世心的方式 是这样在修的 如果外道是这样修 那在这里佛讲 讲的四禅的这种修法 我们跟外道的有什么不同呢 定静呢 是可以达到一样的 这样子不起心动念 对不对 的定静 但是佛法的定 跟外道定 四禅八定 有什么不同 就是在于我们不是用强压强服 然后呢 那个习气种子 烦恼种子都没有断 它只是像大石压草一样 那以后呢 定静失去了 它春风怎么样 吹又生 它依然没有怎么样 出山戒了生死 要不然就是跺到什么 偏空定去 对不对 偏空定 如果呢 你是因为透过持戒 然后来修 那个修定 然后开智慧 对不对 透过这样子 有指 有观 这样子 透过戒定会的修行的方式 那这样 是什么样 这样的定是什么 它悟到啊 真心本定 是能够开发 是能够明心见性的 所以它 知道 悟到说 原来都是我这一念旺心 对不对 虚旺心不可得 它能够当下放下那些 妄心妄念的话 它正得真心本定 对不对 这样呢 它在境界中 是不会被境所转的 然后呢 也才能够怎么样 断它的这个贪嗔痴 所以我们这个 佛法的觉观 这个止观法门 它是呢 真正能够 让我们断贪生思 有真的去落实的 所以它不需要除境界 对不对 它能够悟到这一念心的话 它心不被静转 所以它不必除境 所以我们说 若是无心于万物 何妨万物常围绕啊 对不对 如果你不被境界所迷所转 知道它不过是什么 梦幻泡影一样 是不是 它也是 信空啊 缘起是信空啊 对不对 所以了不可得 所以了不可得 然后呢 诶 你就可以怎么样 在境界中得自在 所以这个 我们的佛法的定 是在境界上修的 是不必逃离境界的 好 而且是可以发挥什么 各种大功大计大用的 好 那不是像那个外道修的是说 哦我 诶 沃伦有计量 是不是 能断百思想 它把所有的思想都断掉了 对不对 见物心不起 菩提日日长 它要见到东西 什么都不起作用 这样它叫做菩提 是吗 我们佛法的不是这样子 最后它是什么 像慧能说的 慧能没计量 对不对 不断百思想 见物心肃起 菩提这么长 对不对 这个就是菩提 还要长什么菩提 不是离开你这念心 外面还有个菩提 可以求啊 可以得啊 所以说 我们佛法所说的定 是跟外道的这种偏空定 死定 顽空的这种定 是不一样的 那至于说 我们有时候修这个禅定 比如说入书席念啊 或什么什么的 这种 对不对 它都是先开始 是在一种方法上 或者是定在某一个对象上 这样有一个所缘境固定在那里 在修 可是呢 这只是一个修定的方法 方便 但是不是结果 对不对 不是结果 所以它是因不是果 对不对 这只是一个方法 所以我们要了解 这个定根 是怎么修 那修禅定呢 像在这个圣气道品里面 比较强调的 那就是指这个四神族 你看到这个 四神族 又称为四如意族 那这个是重修什么 禅定 有没有 最主要是要 来 依定发神通的啦 神通功德 也就是说 你由修这个 欲神族 秦神族 新神族 观神族 修这四种 观法呢 可以引发种种 如意自在的神通 那其实 你不要以为 修四神族 主要是在修神通 其实神通只是 禅定之后 得定之后的 一种什么 自然会引发的功德 不是你去求来的喔 反而你越要求神通啊 它就越不能得定的喔 只要你真的得定呢 自然会显发这个 神通功德 所以重点 我们不能再求功 求神通 因为你有时候 求即使给你求道了 也变成会走火什么 入魔啦 而且呢 让你怎么样 得少为主啊 对不对 以为这样就是最究竟了 好 然后就失去什么 解脱的因缘 对不对 好 那个成佛的那个机缘 那你就没有了 就不具足 所以你就是 我们说这个四神族 他虽然重修禅定 然后 这个禅定力呢 可以让我们呢 更怎么样 如意自在 可以来修学 其他的那个相关的 也就是说 能够更帮助我们在道上啊 得自在力 自在力 因为你要得到这个禅定的功夫啊 你一定要能够对峙什么 这个我们说的五盖 是不是 所以说 这个五盖啊 你不能对峙的话 那你都很难真正的得到禅定 禅定力 好 那所以说 这个足 足的意思 为什么说要称为足呢 也就是 足就是依止的意思 也就是说 神通是依止 什么 在禅定这个基础上的 是依止这个禅定而发的 所以称为足 不过这个注解 其实有很多种啊 那这样子是我们比较能够 好 去 去体会的 足也可以说是一种基础 对不对 或者是 就是修因 基础根本 那怎么修呢 他说 欲神主 欲呢 我刚刚前面有讲 你要能够有想要修禅定的这种 道心 道心 欲望 也就是说你有要想让你的这个心能够真正的什么 得顶 要有这个心 所以你才会怎么样 具足热忱 所以在那个阿安经里面里面 他常常讲热忱 正知正助 每一个修行的层面一定加个热忱 这个热忱其实就是什么 欲的意思 我们千万不要把它想成那个其他的欲望的欲 也就是说像佛陀 他当时呢 也就是什么 坐在菩提树下 是不是 我若不开悟的话 不起此坐 有这个道心 对不对 那我们呢 也有很多主师大德 为了修禅定 做破了好几个蒲团 然后呢 精进不屑 那这个就是怎么样 因为他有欲神主了 我想要什么 我就一定会怎么样 拼命去做 即使牺牲我这个生命 也要怎么样 去完成 是有这样的一个 精进力 欲望 也就是说 一个人他想要去留学的话 他一定要怎么样 有强烈的 我一定要出国去留学的这个欲望 所以他在准备烤托福才能够怎么样 比别人怎么样 还要用功 对不对 不吃 不能说不吃 就是不睡 不玩 对不对 人家找他去 去唱卡拉OK 他也能不去 为什么 是他的背后 有一个什么 我动力 对对 那我们修禅定 也就是说 我们也要有这样的一个动力 好 我一定要去对峙 我的 这个 种种的 这些障碍 习气 对不对 我心呢 我心呢 要能够把他控制住 做自己的主人 那你有这样的一个欲望 你才能够真正能够忍受双腿 的那种痛啊 又痛啊 又麻 打坐 是容易还是不容易啊 曾经有一个师父 他就说 他叫他的徒弟 有一个老菩萨 有一个菩萨 他说 叫他去 他说 师父啊 请你告诉我一个修行法门 让我修 他说 好 那从今天起 你就 每天 这个 拜佛 他说 不行啊 他说每天拜佛 拜个几拜这样 108拜 他说不行啊 我的腿膝盖已经不行了 这样子 好 那要不然你就每天 这个诵经 诵一部 什么地藏经 他说 哎呀 不行啊 我已经老花眼了 好 然后呢 叫他说 要不然呢 你就 那个 看念佛 念几身啊 他说 那这个也 也很难啊 我声音也哑啦 也会哑啦 没声音啊 没气 哇 那修什么都不行 他说 好 那有一种最轻松的吗 师父有没有最轻松的 那师父说 有有有 有一个都不用费力气 又最轻松了 也就是你能够 坐在那个 坐在那个 葡团上啊 或者 椅子上 好好的坐着 一天坐个 几次 然后一次 一小时 他说 哦 那这个好简单 很好很好 这个都不用费力气 很好修 我愿意 我愿意 结果回去坐了以后 才发现 师父啊 我宁愿念佛 那个还比较有事 不会无聊 他以为坐在那里 什么都不要想 什么都不要做 是最轻松的 未必啊 因为我们已经怎么样 动乱习惯 散乱习惯 对不对 叫你定在一个点 什么都不能想 哇 那真的是很难 对不对 所以 要有这个正 欲神主 正乱得欲神主的人 他有时候一看经 他不管做什么 他就能够入 怎么样 就能够持续很久 是不是 他那个精进力就会出来 所以有了欲神主 他就能够什么 勤神主 精进力会出来 他可以睡很少 比别人少 甚至可以不倒单 有没有 越来越是不得了 那一般人很难 想要做 就偏做不到 都会有障碍 干扰 是不是 然后心力不足 这个可以说是一种 心力不足 心有余余 而什么 力不足 这个是我们最常说的 对不对 每次都打退堂鼓 三天补鱼 两天晒网 坐三天 然后休息四五天 这样 我们就是一般人这样 没有精进的 这个 修禅定的精进力 欲 好 那这个 精进力是什么 也就是说 当你发现你 哎呀 堕入昏尘 好想睡哦 你在修禅定嘛 对不对 直观 结果呢 不随顺你自己的习气 就跑去睡觉 好 那这个就是精进力 不被昏尘打倒 然后也不会说 因为今天身体比较不舒服 有点感冒 那我就休息不做了 那这个就有没有 情神族 没有 像有一些大师呢 他们就是什么 三百六十五天 三百六十五天 可以没有一天 简短 哇 那这个是非常什么 不简单 其实不是只有大师这样 我还知道说 有的师姐 他们要修这个 拜经 比如说拜法华经 一字一拜 然后他就算好了 我一天一定要拜一夜 那这样拜完 一部法华经 大概要一年三个月 或者几个月 一天一定拜一夜 这样才拜得完 哇 三 有的要拜 不知道是一年多 还是三年 然后他能够 发起了这个愿以后 没有一天间断 即使感冒 即使生病 即使什么 而且甚至他哪里都不去 他一定要做到 他哪里都不去 你心没有安住的话 你如何做得到 对不对 所以这个 他外面啊 那些都要怎么样 喝五欲啦 要洗什么 洗俗事啦 一些俗事啦 对不对 五欲乐啦 等等 你都要能够怎么样 放下 而且不向外攀缘 那这样才能够真正 得到这个情神主 也就是说 他已经心不向外面攀缘了 像据我所知 简老师啊 他几乎从 这个 这边开始讲经以来啊 好像从来都没有欲望 说我要出国去玩 都没有出国 一年365天 几乎是以基金会 佛陀教育基金会为家 这种 可是呢 他是很自在 很快乐的呢 不是说 啊那个人啊 不得不得已啦 好像是 好 很痛苦 勉强自己去修的 不是这样 是他已经得到那种 神主 所以我所说 所说的 我们这个神 主 也就是说 你 能够想要什么 你就能够怎么样 非常的自在如意 对不对 心想事成啊 这个就是神主 我们也可以从这个角度上去想 你真正的得到了定根定律 圣定律的时候 你就可以具足这个 那心神主 这个心呢 其实也就是指念 心就是念的意思 也就是我们刚刚前面讲的念根的那个念 也就是说 修禅定了 你一定要把心 心呢 心细一个所圆境 对不对 好 然后 把心定在那里 好 然后好好的来 来修 那这个当然是 方便吧 对不对 好 然后随时呢 不失正念 好 这个就是 心神主 你做什么事情 你都都怎么样 心不会散乱跑掉 比如说 你 观呼吸 或者修不进观 不管做什么 你时时都是会拉回来 时时都会拉回来 在这个正念上 遇到什么事情 只要一有扣 你就拉回来 就去就就去观这个 心 设心正念 而得定 这个叫做 心神主 那观呢 观其实就是指 智慧 或者是思维 也就是 以智慧观察 而得圣定 得到的这种定境 就是什么 叫做 观 观神主 也就是说 这个观 我们一定要认清楚 不是说 头脑里 要找一些 不懂的词句啊 对不对 句子 法呢 来在那边思维 推理 归纳 其实你脑筋 你在那边想来想去 也是你脑里的 一些知识概念 对不对 还是你的 那个分别的意识心 在那边推来推去 根本不是怎么样 能够让你 正到实相 你没有办法去误到实相 所以这个观呢 它不是 支箭上在那边推来推去 等来等去 不是头脑里的观念 而是你 设心专注 一个所缘境 等你的心定下来以后 你的心完全开放 也就是说 如实的去看着境界 来来去去 譬如说 我听到声音 外面有噪音 我在进禅修的时候 对不对 我听到声音了 就只是听到声音 知道 清清楚楚 但是呢 不加上什么 不加上说 哦 怎么这么吵 对不对 或者是 哦 这么好听 这个就是你已经有分别心上去了 不去加以什么 分别 因为这些吵啦 好听不好听 是谁在 谁的观念 是你的头脑的知见 是你在分别啊 本来声音只是声音 对不对 哦 哪有好坏善恶啊 爱证啊 那个是你的妄心啊 出来作怪的 所以呢 你就是 如实看着 听着 对不对 你的六根 所接触的各种 色声相位处法 你都如实 怎么样 看着他 来来去去 对不对 来就让他来 去就让他去 然后呢 生也知道他生 灭也知道他灭 他现在生起了 哦 我现在生起了这个念 哦 这个境界生起了 哦 现在这个境界灭去了 哦 那心动呢 也知道动 心乱也知道乱 心静也知道静 动静来去生灭 他都能够如实 知道 那这样呢 哎 不加以分别取舍 排斥 批判 这样才能够 弃入什么 实相 你才知道说 哦 原来啊 外面境界 有没有好坏 美丑 善恶 没有啊 都是你这念心 在分别 对不对 好 实相 怎么样 无相 无不相 对不对 说是以物己不重啊 你说他是什么 好 对不对 不是就是什么 对 也可以说 你说他是什么 就是什么 你说他不是 也就也就不是 说是就是 说不是就不是 对不对 事实上他是什么 不可说 没办法说 对不对 好 所以呢 这样子 你不加上妄念 哎 像那个 出席肠 之出席肠 入席肠 对不对 入席肠 之入席肠 出席 那个 出席肠 之出席肠 入席肠 之入席肠 哎 你的那个呼吸啊 冷热肠短快慢 生夜 然后清清楚楚 这个就是 在修观 那你这样 在观的时候 把你的心啊 都是这样 开放的 在观这个 境界的来去 对不对 好 观这个生灭 相应的 诸法 本怎么样 诸法的实相 本来就是诸行无常 空 无我 不是我在诸宅 哎 你是不是很快就 相应到佛所说的 这个 大自然的 自然实相的法则 你就能够 相应这个真理实相 啊 确实啊 没错 豁然给你 契入了 那你的 这个怎么样 身心世界 自然怎么样 脱落 我执法执 自然脱落 因为你一定要 相应到这个实相 你才能够 怎么样 自然脱落 而不是 硬是用一个观念 来让你自己放下 那个 那个是 还不是真正的 证入 对不对 证悟 那我们再看 那这个五 再看最后面一个 会跟 对不对 信尽念定会 最后一个是会跟者 当之是四圣地 所以你说 这个智慧 也是一样 不是佛学 你懂很多佛学常识 佛学概念 不是这个 好 而是说什么 你能够 见到四圣地里 我们前面有讲 苦极灭到这四个 好 所以 佛说 若比丘 圣地如实之 苦极圣地 苦灭 苦灭到圣地 如实之 是明会跟 好 所以 能够见四地里呢 也就是我们前面讲 你已经是见到了 因为你都知道什么 真正的苦在哪里 好 是什么是真正的苦 真正的苦不是外面 不是法界境界 有苦 对不对 而是你内心的执着 而是你内心的苦 求不得 你没有称心 你就不会有求不得苦 不是 你没有称心 你就不会有 愿正会苦 对不对 你没有 那个 有所求心 你就不会有求不得苦 是不是这样 你没有贪心 你就不会求不得苦 对不对 你没有贪心 你也不会有爱别离苦 是不是这样 所以 我们一切的苦 都是源自于 我有这些贪嗔痴慢疑 而为什么我会贪嗔痴慢疑呢 因为我无名 无知 没有智慧 不了解实相 所以呢 不了解实相 你怎么能够 怎么能够得到修道 正涅槃 你没有办法 所以你一定要怎么样 要修道 然后最后才能得真正正涅槃 所以说 你知道涅槃是什么 这内心 贪嗔是有习的 就是涅槃 贪嗔痴有习才是真正的快乐 对不对 即使你走到他方世界 你内涅心 还是怎么样 真正的快乐 如果你贪嗔痴不断 走到哪里 你还是怎么样 还是苦啊 所以说 真正的涅槃 是在你这一面心 那如果你能见到这个 四圣地 知道怎么修 怎么样离苦得乐 那你就等于去具足正见 正法 见真理 也就是见到 见到位 从此不再迷惑颠倒 那你不会盲羞瞎恋 那这样就是 可以正得什么 出国 那正得出国者 才可以说 他已经具足了慧根 也就是正得法眼 所说的法眼 也就是说 能够分别怎么样 正法 对不对 的智慧 能够有分别正法的智慧 这个四圣地 因为之前讲了很多 所以这里就不讲了 不再提了 好 那这个 这是五根的部分 五根怎么修 前面 其实 这些都是在配合这个 修前面的 四念处 就是为了得念根 对不对 然后呢 修四正情 就是在修这个 精进根 好 然后 这个 信根 也就是要从 听经文法 对不对 清进善知识 如理思维 跟法相法刺 对不对 好 这个 这样来修行的 再来就是 修定 这个定根呢 是依什么修 是四神族 是不是 还有四可以说 是四神族 念根就是四念处 对不对 好 这样子 然后慧根呢 就是要理解 要见四地理 对不对 四圣地 要见四圣地 好 真的去如实 如实观 然后如实 修 然后再来 这个五根具足了 之后 就能产生什么 五种力量 也就是 成就五种觉悟的力量 五种断什么 断烦恼 断恶的力量 好 那你具足这五力呢 你就能够什么 开悟正道 随道取成 佛呢 他在那个阿含经里面讲 他说 若比丘 与此五根 如实善观察 好 如实善观察者 予以三结断 断知 然后 为身见 戒取见 宜见 四名须托还 不断恶趣法 决定正向于正觉 欺有天人 往生 就近苦边 那也就是在讲说 如果 五根能够如实善观察 就可以断三结 正得什么 出国 你如果真的这样子 好好的 修这个 然后 得到这个五种善根 对不对 你就可以正得什么 出国 然后 更胜的呢 还可以正二果 三果 跟最后 正得 阿罗汉 所以 五根 五利 俱足啊 这个就是五 正得阿罗汉就是得到什么 五利了 是不是 那个利呢 有了信根 你看后面 后面他有讲 信根能破什么 疑障 对不对 能破 那个 你们看 123页 他有那个注解 信根 增上就能够破疑 有没有 破疑的障碍 精进跟增上 就能破什么 懈怠 然后念力增上呢 就能破昏尘 有没有 昏旺 昏尘见旺 定力增上呢 定根增上啊 就能破散乱 慧立 慧根增上 能破什么 愚昧 愚痴 五根五利 以信为始 以慧为忠 所以信心呢 是以智慧为主 具足了 五种善根 信信念定慧 那就会有五种力量 这种五种力量呢 一个是破内在的什么 自己的障碍 好 对不对 分层吊局 有没有 好 这些贪 有没有 好 这些障碍 散乱 然后呢 一个是破什么 外模的障碍 所谓的外模就是什么 外道或者是斜肢斜剑 的迷惑颠倒 有很多人常常就说 哎哟 我不知道我这样修是对还错 是不是 还会怎么样 多所怀疑啊 或者是到处餐 到处找 找了半天 还是不知道到底哪一个才是对的 哪一个是正的 是好的 他就没有办法 破这个什么 那个外道的对他的这种诱惑 你没有这个五种力量 所以脚跟不点地啊 人家什么 刮风啊 一阵风来 你就什么东倒西外啦 对不对 信律 信径念定会啊 这五种力量不具足啊 你就是怎么样 不能增上 不能得到这个破遗破祸 破外道的这些力量 这五根五粒啊 也就是见到以后 然后修到的 修到正果的这个力量 好 那知道怎么修 我们这个 现在比较清楚了 对不对 以前都是看 好像都说 是一些观念而已 以为是一些头脑的观念而已 其实不是 他要如实的 依着这一个 试念促试正情啊 试如意足 对不对 这样来修 好 那今天呢 时间也差不多到 就我们讲到这里 如果还有什么问题 我们下课后 再来讨论 好 请合掌 恭念回向祭 愿以此功德 庄严佛净土 上报四重恩 夏季三土苦 若有见闻者 西发菩提心 尽此一报生 同生极乐国 阿弥陀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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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张核 花膏散浦